汉陵帝在位后期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汉氏江山 决定组建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西元新军 这一举措 是他在黄金起义和各地叛乱频发的背景下 为了平定乱局而采取的重要尝试 然而 最终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 西元新军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汉陵帝中平五年 当时 大汉朝廷正面临着黄金起义 羌人叛乱 鲜杯入寇 武陵蛮叛乱等多重危机 为了平息这些叛乱 汉陵帝排除了 手下所有的将军和军队 如黄辅松 卢植 朱骏 段炯等人 同时 各地守卫如马腾 孙坚 公孙赞等人 也积极招兵买马 帮助东汉朝廷平定叛乱 然而 这些叛乱被平定后 东汉却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连年战争与平叛 导致忠于东汉的军队 武将死伤惨重 财政入不敷出 地方离心力 逐渐增强 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军头 他们手握重兵 野心勃勃 仰寇自重 以彰显自身重要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 汉陵帝决定组建西元新军 以平定乱局和挽救汉室江山 然而 这一举措最终未能成功 西元新军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了朝廷的军事实力 但也加剧了 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 大将军和晋 凭借着和太后的权力 掌握军权 与汉陵帝之间的矛盾 日益激化 最终 这一矛盾导致了 汉陵帝的失败 和东汉朝廷的进一步衰落 总的来说 汉陵帝组建西元新军 是他在面临危机时的一次 挽救汉室的重要尝试 然而 由于内部矛盾和权力斗争的加剧 这一尝试最终未能成功 这也反映了东汉末年 朝廷内部的混乱和衰落 面对手握重兵的合计 汉陵帝不仅亲自为他服务 还尊称他为无上将军 并围绕军阵 巡视数圈才返回 正是这次阅兵 让汉陵帝下定决心 编练西元新军 他深知 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和权威 必须建立一支 忠诚于朝廷的部队 来拱卫自己 这支军队不仅是为了保护汉陵帝自己 更是为了分散和尽的兵权 防止他变得像霍光那样 悬使滔天 汉陵帝明白 如果新军能够成功组建 东汉朝廷或许还能借助其力量 暂时稳住局势 然而 如果新军组建失败 那么大权很可能会落入他人之手 因此 在组建新军的过程中 汉陵帝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这一点从西元新军的八名校尉中 便可见一般 和尽的存在 让汉陵帝感到忌惮 关于西元新军与八校尉 西元新军的统帅 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简朔 在这个关键时刻 汉陵帝需要一个 对他百分之百忠诚的统帅 而大臣们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 因此 汉陵帝将希望寄托在了简朔身上 简朔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太监 他通晓军事 勇猛善战 据记载 当初黄金起义时 汉陵帝便留意军事事务 而简朔因其健壮勇猛 具备武略 而得到皇帝的青睐 被任命为元师 统领诸将 除了上军校尉简朔外 还有七位校尉 分别是中军校尉袁绍 下军校尉豹洪 典军校尉曹操 主军校尉赵荣和冯芳 左右校尉下谋和淳于琼 我认为这八校尉 可以分为三派 官宦子弟派 灵帝亲信派 和战场实战派 其中 官宦子弟派的代表 是袁绍和曹操 他们加入西元新军 很可能是因为汉陵帝 看重他们背后的家族势力 而非仅仅因为他们的才能 袁绍家族四十三公 曹操家族也是一时至好 汉陵帝通过任命他们为西元校尉 将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身边 间接掌握了他们背后的强大实力 大家族的支持 对汉陵帝来说至关重要 这些家族不仅有身亡 权力 人才和财富 正是汉陵帝所渴求的 袁绍和曹操加入西元新军 汉陵帝更看重的是他们背后的家族力量 曹操曾是八校尉之一 更是陵帝的亲信派代表 而简朔则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汉陵帝组建这支军队的主要目的 是挽救东汉的危机 因此他不可能容忍另一个军头出现 身为太监的简朔 无法称为主公 只能忠诚于汉陵帝 成为他控制八校尉的关键助手 实战派的代表人物 有豹洪和曹操等 西元新军最终需要投入战场 因此汉陵帝在组建时 特别注重实战经验 曹操有征讨黄金贼的经历 而豹洪则与韩岁 率领的梁州叛军交过手 战功赫赫 这些人都是上过战场 见过血的勇士 构成了西元八校尉的中坚力量 那么西元新军的兵员 从哪里来呢 一方面 他们依靠手下的武将 自行征兵 另一方面 则得到忠心于汉室的将领资助 这其实就是征天下豪杰 以为偏僻 征兵的任务 主要由其他武将承担 例如齐都尉报信 回到家乡泰山郡召集士兵 组建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 除了像报信这样亲自回乡征兵的人 像袁绍这样威望高 能力强的校尉 也早就开始虚养私兵 我推测 这些私兵后来 会成为他们 在西元新军中的精锐力量 据记载 袁绍等家族累世为官 兵客众多 他们清心结交 无论世人贵贱 都与之平等相待 这种续养私兵的习惯 在东汉末年非常普遍 军阀们都有自己的忠心不取 续养私兵 是一项耗费巨大的事物 因此 拥有私兵的将领 常常设法为他们的士兵 争取到朝廷正规军的编制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利用朝廷的资金 来供养自己的士兵 此时的袁绍心中 可能也有类似的打算 很可能西元新军中 有很多编制 都是为大族私兵所占据 我们都知道 袁绍会在新军中 安插了自己的心腹 然而 已知军队并非招募士兵后 就能立即投入战斗 他需要严格的训练 但对于西元新军来说 似乎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训练 因此他们 只能向忠于汉室的将领 寻求应急支援 例如 丁元派遣张扬 率领兵州军队投靠简朔 成为西元新军的一部分 据记载 丁元派遣张扬带兵去见简朔 被任命为贾司马 张扬并非平庸之辈 早年已无勇 在兵州一带享有盛名 丙州兵 更是经过实战 和严格训练的精英士兵 因此 在西元新军中 有许多像张扬这样 被上级派来为汉室效力的人 此时的西元新军兵强马壮 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 他们很可能成为东汉朝廷的中坚力量 然而 遗憾的是 在西元新军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东汉朝廷的内耗 最终导致了新军的损失殆尽 八校尉也各奔东西 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西元新军最初的组建目的 就不够纯正 主要是为了分散大将军和晋的兵权 制衡他的力量 在东汉时期 外戚问题十分严重 汉林帝的做法 虽然可以理解 但他所倚重的简朔 却并非合适的人选 最初组建西元新军时 简朔对和晋还心存畏惧 因此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 让汉林帝派和晋 前往西北平顶边章 汗随之乱 希望借此削弱和晋的兵力 然而此后汉林帝病重 将刘邪托付给简朔 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简朔此时 不再害怕和忌惮和晋 反而开始轻视他 虽然和晋只是杀猪的土虎出身 但他在朝堂上多年 手段泼风 因此想要阴谋杀掉简朔 然而 西元校尉理应团结在简朔周围 作为他的助力 但由于简朔的太监身份 西元校尉首先背叛了他 例如袁绍等人 投靠了大将军何晋 西元新军因此产生了分裂 一部分人效忠于简朔 一部分人效忠于袁绍 还有一部分人持观望态度 在简朔遭受手下背叛的同时 何晋听从了袁绍的建议 走了一步婚旗 即招董卓进京 董卓进京后 虽然达到了何晋想要的效果 及他所憎恨的宦官都被杀光了 但何晋也因此死在了乱军之中 随着何晋 简朔的死亡 群龙无首的西元新军便解散了 即便是活着一部分人 在董卓之乱中也难逃一死 其中八孝位各奔东西 袁绍 曹操成为了一方诸侯 暴宏因贪污军饷而死 赵荣成了曹操的手下 淳于穷则成了袁绍的大将 曾经选贺一失的西元八孝位 如今也各奔东西了 可以说 东汉朝廷为了拯救危机 而成立西元新军的计划 正式破产 这是一个美好的构想 但却因为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而最终失败 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西元新军的组建 最终以失败告终 总结来说 汉陵帝将拯救汉室危机的希望 寄托在一支军队上 这是愚蠢的 诚然 汉室需要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军队 但这并非挽救危机的唯一办法 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轻腿也 此时汉陵帝手下 并非没有人才 黄辅松 卢旨等人既有威望 又对汉室忠诚 他们更适合担任这支新军的首领 然而 汉陵帝却选择了 无才无德的宦官简朔 最终导致了西元新军内部的分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